各位投资者,大家笑话好,欢迎来到益政经营 我们今天继续聊聊黄金、白云原油的价格走势 那么今天呢,没有什么很重磅的数据和事件 所以今天呢,以技术分析为主 那么本周三呢,会有这个美联储的会议纪要公布 显示啊,美联储下一步的一个动作 但是我们觉得说这个会议纪要呢 基本上啊,能够拆得到 那未来呢,美国还有两次加息 我们认为两次呢,加0.5的概率啊,会比较高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呢,有什么重磅的事件 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粮食危机啊 看看粮食危机现在有什么样的要点呢 值得我们去做跟踪和追踪的 第一个,联合国近日发布数据显示啊 7月份世界粮食商品价格基准指数大幅下跌 让人们看到的粮食危机缓解的希望 比如说这个粮食的价格有所回落 但是稍微有回落呢,市场马上就出来反对的声音 大家普遍比较认可的两点 第一个是化肥价格仍然居高不下 美国农业部表示啊,化肥价格的上涨 是造成粮食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2020年9月以来一些肥料的价格上涨300% 俄罗斯乌克兰是化肥的出口大国 对吧,他们的出口量呢 占全球总量的20%左右 同时呢,天然气价格上涨 也是粮食价格上涨的因素之一 天然气是主要用于生产氮肥的重要原料 最后一点啊,欧洲正在遭遇50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印度呢,也是降于比较少 水稻的种植面积啊,下降了10% 那么纵观这几个要点,大家看出什么没有 前面这几点啊,你看化肥 俄罗斯,天然气 这三点的核心在哪里 在俄乌冲突 也就是说这个粮食危机啊 如果说想要解决 其实比较好解决 就是让俄乌冲突啊,结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当前的市场啊 是有意的去引导大家去关注这几个要点 为未来这个俄乌冲突的解决啊 埋下了一个伏笔 所以现在嘴硬的时候啊 没有办法啊 这个政治正确这一块呢 还没有解决 所以啊,粮食危机本质上也是为了去解决 俄乌冲突 一旦这个俄乌冲突有效的解决啊 缓和 那么顺理成章的这个粮食危机 就会释放出大量这个利好的消息 对不对 最后一点呢是天气问题 天气问题我们知道呢 它是一个反复无常的 没有办法去预测的 所以如果说你把这个问题 怪罪在天气问题 万一这个下半年风调雨顺呢 这个粮食危机变化也是很大的 第二点我们看一下摩根斯丹利啊 给出了一个报告 那就是全球的经济衰退啊 将会成为定局 即便全球经济不衰退 也很难回到以前的好日子了 摩根斯丹利呢 已经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5% 比市场普遍预期的低0.5个百分点 比5月份大摩预计的2.9%低的0.4个百分点 说明这个摩根斯丹利啊是比较悲观的 他悲观的点有哪一些呢 第一个 全球同时受到供应链短缺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强势美元的冲击 这三个要点啊 请大家记住了 那么这三个要点想要解决 你说难吧 其实也不是很难 你说它不难吧 它也很难 你说它不难啊 只需要这个美国放弃对抗 不要搞那么多事情 以这个经济和民生为准则去做事情 不要以政治去做事情 那么这个供应链啊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啊 强势美元呢 这些都很容易解决 同时摩根斯丹利说呢 衰退啊是对欧元区的基本看法 欧元区主要受到俄罗斯天气供应限制的影响 导致能源价格飙升 预计今年年底欧元区经济增长将偏弱 也就是说欧洲的经济呢 要到年底才会形成核心的一个矛盾 大家关注点才会从政治上转移到经济上 所以今年年底呢 欧元区冲突解决的概率会非常非常的高 那么一旦真的解决欧元区冲突啊 黄金会有一波大的下跌 同时最重要一个点 那就是美联储软着陆还有机会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美国还有后收 美联储还有很多的后收可以避免硬着陆 那这句话就说明摩根斯丹利这些大的机构呢 他们认为这个美联储啊 还有很多的招啊没有出 而这些招呢将会使得全球的经济啊加速的衰退 只是说他现在还没有出而已 因此啊美联储的一些动态啊 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去做一个关注 我们看一下当前啊 全球经济的一个状态 第一点啊 萨特阿美二季度近率高达3260亿人民币 再次缩新该公司啊 2019年上市以来的季度收益记录 与去年同期相比啊 大涨90% 萨特阿美呢将继续啊 致力于其原油可持续最大日产能 从1200万桶提升到 2027年的1300万桶 首先这个时间上你看 2027年 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了 所以意义并不是很大 也就是他所提的这个扩大产能呢 意义不是很大 同时这个萨特阿美这么赚钱 他们很难会做出明确的增产表态 那就使得这个原油啊 未来想要很明确的这个大跌啊 这个空间被锁死了 第二点啊 美联储下周的议席会议上 究竟会加息50个基点 还是75个基点呢 华尔街啊 目前也是比较迷茫 交易员们目前对美联储下月 加息50个基点的预期概率为55% 那不管交易员怎么看啊 根据我们之前所一路下来分析呢 我们认为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 是很高很高的 俄罗斯能源公司获得沙特大举的投资 未受而无冲突的影响 沙特和俄罗斯领导着欧佩格加组织 沙特和俄罗斯啊 是站在一起的 那么这个联盟内部 只要没有出现很明显的问题 那么也会让这个原油的价格呢 保持在一定的水平线之上 因为他们不出现分歧的话 对于原油的一个供应呢 是可以做到完全控制的 第四点 莫斯科交易所人民币交易大幅上涨 流动性已经接近于欧元兑换卢布水平 那么这一点对于黄金原油的影响 并不是特别的大 反而对人民币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可以看到了今天的基本面呢 比较平淡啊 那平淡是真啊 大部分时间不可能天天都有爆点的 所以在平淡的这个时间节点里面呢 我们要去关注一些地区 一些行业 一些方向 他们有哪些异动啊 去做好记录 后续的话 帮助我们呢 去做一个推演 所以这些资讯呢 还是有必要去做一个了解的 如果说你在投资黄金原油的时候啊 很迷茫 不知道怎么去做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议政经营 关注议政经营 黄金白银原油投资不迷路 下面我们进行技术分析 以下分析了 我们用K线法则去做一个讲解 想要学习K线法则交易系统的朋友 可以加入我们议政经营 免费学习 首先呢 我们看这个原油啊 原油曾经我们讲过啊 你就参考这一段就可以了 你看这一段的下跌 回调 跟现在是不是很像啊 你看回调在什么位置啊 是不是稍微破一下0.5就开始反弹了 你看这一波的反弹回调呢 是不是也是稍微破一下0.5 这个空间基本上相等的 大家是不是差不多相似啊 所以这个原油呢 我们认为在当前这个价格呢 它会有一个小反弹 那么具体在什么价格反弹呢 有两个价格 第一个是89.50 根据我们的K线法则啊 第二个价格呢 是在88.24和87.66 那么最大阻力的是在82.58 你看前面这一波的反弹呢 它并没有突破这个高点 对吧 第一次反弹没有突破这个高点 再做一个回落 所以92.58 这是一个价格区间 就在这个位置呢 会做一个反弹和震荡 那能不能跌到88.24附近呢 这个是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所以当前这个价格呢 你可以多多的关注 看看有没有很明显的这个反弹的迹象 在舍母图里面呢 根据我们的K线法则 我们可以看到它当前已经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支撑位 也就是说这一波的下跌所发动的这个空头啊 已经跌到位了 所以理论上呢 这个位置啊 应该会有一个反弹 那么如果说这个位置能够形成一个反转的K线 长下引的K线 比如说有根K线反包了前面这个K线 这种K线信号的时候 就表示啊 这个位置呢 将会迎来一波反弹 所以在交易观中呢 可以多多关注啊 这里的一个反向上涨的K线组合 但是目前去看呢 它已经开始有这个包含关系的暂停了 也就是说这个连续的下跌 在这个位置啊 有所缓和 如果说没有一路下跌 你就看四小图刚才所讲的那个价格 88.3和88.2这个价格附近呢 再去做一个布局就可以了 我们看黄金的四小图 黄金呢 在这个高位呢 弧形呢 是不变的 这个逻辑是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它还是一个 弧形这样一个震荡的过程 再去考虑下跌 那目前呢 它到一个关键的支撑位啊 这个黄金 今天既然没有什么很重要的数据的话 那么这个支撑位呢 有反弹的一个可能 所以这个价格呢 你可以做一个反弹 假设它不反弹呢 你就看这个弧形的一个底部支撑 大概会在这个价格 1773附近 在四小图里面呢 根据我们的K线法则啊 具体的支撑价格如下 第一个是1785.90 第二个是1773和1771 这两个价格 虽然这两个价格都可以考虑做一个重点的操作和布局 如果说有效破位1786 那你就可以考虑啊 去做一个空单啊 到1717371附近呢 你再考虑布局多单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白银啊 白银在实用图里面呢 根据我们的K线法则 我们会看到20.44和20.41这个区间呢 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弹 所以当前呢 这个下跌趋势啊 没有发生改变啊 注意这个支撑位呢 不要去追空就可以了 在四小图里面呢 这个白银呢 这个扩展三角形呢 也没有发生改变 你看这个位置是不是在前方啊 上升扩展三角形里面开始回落 所以这个白银呢 今天既然行情比较平淡 那么它再去上涨的动力呢 不高啊 预计会在这个区间呢 去做一个震荡和整理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啊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沟通和交流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议政经营 我们下一期再见